新城乡公所每天乡内的环境、街道维护有赖于清洁队员、环保志工及鸡巡人员检视垃圾 鸡巡人员排定各村每天是以机车寻查方式来清理被丢弃的垃圾 包括了塑胶带、宝特皮、铝箔包、回收物等等 每天鸡巡路线大约有50公里 主要就是新城乡长合理台 他很重视乡内各街道环境整洁 新城乡长合理台五年当中积极进行乡内清洁环境 在去年7月份开始 乡长合理台就开始扩大每日七行员路线大于50公里 主要是新城乡长合理台重视乡内各个街道的环境清洁 新城乡内的垃圾除了我们每天垃圾车的收运 还有我们环保志工以外 我们需要一个机动型的 对于我们全乡新城乡九个村的各村的垃圾 我们需要一个机车来去巡查 对于乡内的这个垃圾来讲的话 包含这个烟蒂啊 瓶瓶罐罐的垃圾 还有垃圾袋这种 被这个没有公德心的民众来丢 我们需要一个巡查的人员去做一个机巡 然后用人工的方式来捡垃圾 负责每日在各村进行的机巡员 也说明之前的情况 那当然是比较 就是属于比较大量的 然后就是 就是被 那个大的丢包型 被狗咬 咬人嘛 遍地 马路上都是 都是一些支线 不然就是再丢到河边啊 这个需要很多力啊 要下去前 或者可能要请大家同事啊 要拉绳子 然后就这样子 就是接着 一个下去 然后再把那个 拿那个垃圾 垃圾袋 垃圾 丢包的垃圾 再用一个绳子 再慢慢拉上来 了解 现在相公所境内发现 新闻机器旁 家领7号桥下 被民众大量丢包 有猫砂 生火垃圾回收物品 现在相公所境界队 冒着危险垂降到桥下河床 将民众丢包的垃圾群衣上来 现场立即进行破贷机查 目前 积极作业查 违规行为人员 针对被丢弃的垃圾 容器物以及掌握市政 现场破贷发现有药带 药单 分起付款 以及超商取货等相关证物 对违规行为人 已经掌握对象 现在相公所将 依废弃物清理法开罚 并且同时相关组阵资料 以便寒送华林县环境保护局 协助加强机查事宜 另外有关丢弃垃圾地点处于河川地 此部分也含请华林县政府 协助航转河川相关单位 依水利法来开罚违规行为人 在此呼吁民众要有公德心 若家户生活垃圾需要丢弃 可利用夜间垃圾 以及回收清云路线来丢弃 千年香民众可以 以期待身份证亲自到亲家对人来读气 不要有脚异的心态随意断丢 千年香公所将对环境张乱热点加强巡查 记得终于请搜索到 请搜索到